这是杰明首次觉醒出体内的幽怜 同时这也是特里加奥特曼最最最帅的一击终极技之一 只见特里加掏出大宝剑空中蓄满能量 随后一箭劈砍至地面 就这样眼前的怪兽被一分为二了 故事开始早在三千万年前 石化怪兽加高尔贡就曾在地球出现 而他的幕后主使正是当年如日中天的 黑暗三人组中的老大卡姐 面对加高尔贡袭袭来的石化光线 地面上的幽怜直接开启屏障反击 就这样加高尔贡被自己的石化光线给石化了 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时间回到现在 这天游历各国的境监会长来访胜利队 并将他收集回的情报全部向胜利队们展示 除此之外 境监会长还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他们 其实境监会长并不是出生于这里 而是来自于另一个次元世界 一个同样有着胜利队的世界 30年前作为TPC情报局的他 在一次外出调查时 途中不慎被一个次元黑洞吸收 飞燕号也失去了控制 就这样他来到了特里加的次元世界中 而境监会长的故乡 正是有着迪加奥特曼的次元世界 为了让现在的胜利队队员更加的团结 境监会长没有隐瞒 将此事全部告诉给了他们 说完后会长把杰明母亲的遗物转交给了他 同时还把他是幽怜后代的身份 告诉给了杰明 而这枚戒指正是幽怜传承下来的 突然就在这时 杰明体内的幽怜突然现身 如幽怜所亮十项灌兽加高尔共 从十项中苏醒 另一边正在为杰明准备 18岁生日派对的胜利队基地中 警报突然响起 检测到强烈生命体出现 得知情况后 队长即刻下令派出猎鹰后出击 剑武和张仁则前往现场帮忙 就在猎鹰号进攻时 加高尔共一尾巴将其击落 而坠落的地方正好是会长和杰明的方向 危及关头 剑武掏出变身器 展开变身 就这样特里加成功将猎鹰号接住 随后转头看向一旁的加高尔共 摆好驾驶对其发动攻击 就这样双方扭打在了一起 可奈何特里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啊 地面上会长看到落入下方的特里加 立马从背包中拿出飞燕号控制器 操控着飞燕号加入战斗 就在加高尔共蓄力石化光线时 飞燕号及时出现打断了他的蓄力 加高尔共健壮立马释放闪电反击 飞燕号也不慎被击中 还好在会长的天秀操作下 飞燕号并没有什么大碍 这时加高尔共释放闪电阻止特里加前进 而他则原地蓄力瞄准地面上的幽怜后代杰明 千军一发之际杰明大吼一声幽怜 幽怜成功被召唤了出来 并释放屏障将石化光线反弹了回去 然而这一幕却刚好被躲在暗处的 希特拉姆和达过看见 战场上飞燕号与克里加联手抗敌 在两人的默契配合下 又一只触手被飞燕号摧毁 愤怒的加高尔共释放出石化光线攻击 多善不及的飞燕号被命中 就在即将被石化之际 会长一波无视野预判 成功将加高尔共的眼睛打瞎 一旁的特里加剑撞 是时候出场抢人头了 只见他腾空跃起 将所有能量全部汇聚在大宝剑上 随后一刀奥特鬼斩 成功将加高尔共一分为二 加高尔共死后 飞燕号的石化状态也得到了解除 这一战是飞燕号和特里加共同的胜利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各位小伙伴们来评论区留言哦 喜欢的话点赞转发一下呗 想看更多奥特曼资讯 关注我巧先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